好辛苦你了 下次我喝了 下次我请我这个地方 这条街是我车中的时候逛的最多的一条街了 湖南路 湿的桥不行街 哈喽 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我要吃的是梅花糕 还有一份老头盖椒饭 这个是紫薯味的 诺鸡鸡 诺鸡鸡 有没有想吃紫薯的人 这个我带回来 它就是外面这个皮 就没有那么脆 但是你要是现场吃的话 现场吃也不能趁热吃 因为这个馅非常非常烫 这个紫薯 哎呦 这个紫薯就特别像那个烤红薯的味道了 完全不会甜腻 再来吃一口 这个皮会相对的硬一些 像不像甜筒 中式甜筒 嗯 上面这一层非常非常的糯 然后它最上面是撒的那种小园子 反正都很糯了在一起 喜欢吃糯鸡鸡的可以 就不要错过这个 你们看这个是红豆沙的 黑咕隆咚 这个红豆沙相比于刚刚那个紫薯 它这个馅它是比较干的 然后会比紫薯的那些那个甜 这个皮现在变得就比较有嚼劲 这个皮现在变得就比较有嚼劲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东西 就我们学校门口 经常会有那种老爷爷拖着那种车 然后再卖这个 还卖那种鸡蛋仔之类的 这个皮呢 很糯米 这个皮呢 我看这个皮呢 这个皮呢 很糯米 这个盖浇饭叫老头盖浇饭 是很多老南京人的回忆 但我可能是个小南京人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吃 这边要皮肚猪肝 肝子白菜 芹菜 我觉得是那种比较重油 但不会重口味的那种 很下饭的 确实很好吃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吃猪肝 也太帅了 很下饭的 很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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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份是22块钱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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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好吃 真的很重油很下饭 在买这个饭前面就是那个狮子桥 因为它是在马台街 马台街前面不是狮子桥吗 我初中的时候基本特别特别爱狮子桥 就是狮子桥当时在我心中 因为那里狮子桥就叫美食一条街 星期六星天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我的天堂 跟同学在那边吃胆妹 什么章鱼小丸子的什么臭豆腐什么的 当时那边有好多好多吃了 但我真的很久没有过去了 这个量真的很大 光盘行动 还有一个芝麻 它其实是有四个口味 紫薯的 红豆沙的 还有芝麻的 还有水果的 水果里面就是放的香蕉 芝麻的 你们能听出来这种糯的感觉吗 以前初中放学的时候 就门口那种小推车 卖这个的 就是卖这个梅花糕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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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碳 都是人满为患 现眼吃刚刚好 因为这个刚出卤啊 这个现正特别特别烫 大家吃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小心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真的是这样 嗯 嗯 嗯 我的黑芝麻漏了 我觉得黑芝麻的这个皮比其他更厚一点 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漏了 所以看起来更厚了这个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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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芝麻的甜度 比那个红豆沙再高一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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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薯的如果是三分甜 那红豆沙就是五分甜 这个就是七分甜 这个从小到大好像都是拿这种纸盒子 这不是纸和纸杯 包起来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用这种纸杯包起来 是回忆中的味道